第869章 分配 我们第一轮的对手是苏家 古茂奇抬头 望着光铅所连接的方向 毛子微闪 轻声道 还好没有现在就碰见魏家 古燕松了一口气说道 现在的四家中显然是魏家实力最强 若是在第一轮就碰见他们的话 怕对他们而言会有着不小的消耗 总归会遇见的 林栋漫不经心的道 古燕这种躲避的心态 显然是有些掩耳盗铃的味道 古梦奇点了点头 然后玉手伸出 手中的光铅便是一分为三 递下了林栋两人 说道 你们两人也抽签吧 这会随机决定你们所遇见的对手 古燕率先的伸手接过一道光钦 光钦刚刚到手 便是有着一道光线自顶端射出 然后射向苏家的方向 与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连接在一起 是苏家的苏泰 古燕望着那男子 带眉确实微微皱了一下 显然是对后者有些了解 林栋兄 你也抽吧 古梦奇望着古燕的对手 带眉也是微微皱起 旋即对着林栋微笑道 林栋点了眼头 伸手取过一道光纤 而后光线延伸 接着便是在那无数道目光注视下 连接在了一名身体格外消瘦的 普通男子手中的光纤 这番连接已出现 周遭顿时的有着一些哗然声传开 一道道目光不断的在林栋身上扫动着 一些窃窃私语的声音 也是迅速的传开 那人似乎不是古家的人啊 应该是请来的外员吧 不过怎么如此陌生啊 看气息啊 倒也是达到了升旋径地步 但看情况应该才达到这个境界不久 这实力也能与苏妍叫板 古家此次啊 似乎有些倒霉 那苏太在苏家年轻一辈 仅仅肆于苏妍 但那古妍却才刚刚的突破到了升旋径 是啊 这样看来古家三场 已是有这两场不妙 相当危险啊 听到周围 那众多的窃窃私语声 古家这边也是有着不少忧虑的目光看过来 这种分配对于他们而言 似乎有些不太公平 但这种分配都是随机的 遇见这种也只能算作自己倒霉了 这分配对我们不好吗 林总片头看了看古孟琪 问道 如果你只有表面上的实力 那的确是不太好 你遇见了苏家年轻一辈实力最强的人 而我则是遇见了苏家这次所派的三人中最弱的 至于小燕 恐怕就有点麻烦 那苏泰早便是踏入了升选境 交手的话 他书面比较大 所以这场比试的重点在于你与苏妍 你们的胜负将决定古苏两家 谁能进入下一集 我们这次算是最强对最强 中强对最低 最低对中强 分配上面算是五五分吧 当然 还是那句话 你的真实实力必须远超表面 否则败给了苏妍 那我们就输了 话到此处 古梦奇的声音顿了顿 美眸停在了林栋的身上 虽然对于林栋的实力 他们已经经过莫涛 以及古允的出手 都是有些了解 但毕竟没有见到过林栋真正出手 所以谁都不清楚 在面对着苏家这位最为优秀的年轻人时 他究竟能否展现出不俗的实力 文言 林栋默默地点了眼头 但却没有多说什么 等真正交手后 一切的质疑自然是会终止 现在的话 说得再漂亮也无用 入场吧 古梦奇见状 也就不再多说什么 玉手一挥 事外先掠出 然后落至下方的一处 昆敞的场台上 林栋 此番靠你了 古烟冲着林栋无奈的一笑 身形略出 看来他也很清楚 他这一场 怕是输多赢少 林栋望着两女的倩影 也只能耸耸肩 身形一动 直接是落到了一方场台上 而后台头 事件便是锁定在了 那苏妍的身上 此时那苏妍 也是转过目光 然后盯着林栋 那显得格外消瘦的脸庞上 露出一抹淡淡笑容 脚尖一点 破风声响起 直接是出现在了林栋 所在的场台上 半空中那身途家的老者 目露金光的扫视着场中 而后淡淡的说道 既然都已入场 那彼时便开始吧 另外交手当中 拳脚无眼 任何损伤都得自己负责 伴随着他这声音的落下 三处广场之上 顿时有着磅礴原力抱涌出来 而后其中的两处 立刻便是人影交错 战斗瞬间拉开 无数道目光汇聚向 这三处广场 然后一些视线移开 停留在了第三块广场上 那里的两人 却是并没有立刻动手的迹象 苏家 苏妍 苏妍视线 遭向另外两处 已经动手的广场 旋即冲着林栋淡淡一笑 拱手道 林栋 林栋也是笑笑 他知道这苏妍是在等待着 另外两处的战斗结束 虽然那里的结果 应该也是早有预料 朋友似乎并不是天风海域的人 苏妍道 哼 天风海域如此辽阔 苏妍兄不至于 连所有人都认识吧 林栋笑笑 哈哈 那倒也是 苏妍笑了笑 他盯着林栋说道 林栋兄应该也清楚 你这场交手的重要性吧 林栋微微点头 他明白 若是古燕书而古梦其赢的话 那双方便是各有一胜 而他与苏妍谁能够获胜 那就代表着他们所代表的家族 有着资格进入下一轮 那便是有些抱歉了 这场比试我要赢 苏妍微笑道 林栋笑着摇摇头 这苏妍倒也是干脆 没遮没眼的 只是这场比试 他也同样要赢 不然的话 那洪荒塔就没他的份了 苏妍此话落下 也就不再多说 双手浮于身后 静静地等待着 其他两处广场的战斗落幕 而林栋也同样是没出手 双目微闭 气定神闲 而在两人这般古怪的对视下 时间也是迅速流逝 而另外的两处广场上的战斗 也是在逐渐地接近尾声 几乎是两道低沉的声音同时响起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两道身影又是狼狈的 自场台之上倒飞而出 当即场中便是有着一些 哗然声传哀 古家古梦齐盛 苏甲苏太盛 半空中的那名老者健壮 袖怕一挥 魂魂吼之声 顿时地在场中 所有人耳旁响起 而也就在他的声音落下时 那全场的目光 几乎是瞬间转移 最后停顿在了 第三块场台的 那两个未出手的人身上 古梦齐拉着脸颊 掠下苍白的鼓烟 掠回了古家席尾 然后略显紧张了美眸 也是盯着不远处的 那道消瘦身影 孟齐姐 对不起 古烟苦笑道 古梦齐摇摇头 毛子看向前方 喃喃道 我们可还没输呢 接下来就看这灵动 是不是真有他所说的 那种实力了 在那满场哗然 以及无数道目光汇聚下 场台中的苏妍 则是微微一笑 旋即双手缓缓地 自袖袍中探出 她的手掌呈现暗灰之色 隐隐地 由这一种灵力的波动 散发出来 林栋兄 我不会留守的 你小心了 林栋威逼的双眼 同时在此刻 徐徐睁开 她望着那苏妍 旋即手掌伸出 请指教 请指教